我們在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選擇 那如果說我們1990年代是利用自然資源 那當我們發現說自然資源減少之後 那我們的價值觀是不是也要跟著轉換 才不會把我們後代子孫 可用的那個有限資源給用光 所以今天的主題會回來這個地方 那我在進入這個主題之前 我先簡單介紹一下 今天又要跟各位分享的幾部影片 來詮釋我剛才講的價值的選擇 然後美意轉生 我在這麼多年我拍海洋相關的生物裡面 主要有其中有四部會詮釋到這個觀點 就是像金沙 或者說卵絲 或金屯 或海龜 當然你們今天可能已經看過海龜的紀錄片 那我我會加強那個海龜這個紀錄片我怎麼拍攝 然後我在這麼 這麼多的場域裡面有看到了哪些資的 跟各位分享的案例 那再來呢 我先簡單的自我介紹一下 我大概從1980年代就開始記錄台灣的環境 那應該是說到現在已經工作將近40年 那這40年我都沒有離開這個場域 就只做一件事情 就是記錄環境 那為什麼會這麼堅持40年只做一件事情呢 其實我主要想要提供一個正確的環境資訊 能夠讓大家看到這個環境的變化之後呢 你對這個環境就會在意它 然後會討論 那討論在意之後你就有可能互助行動 所以我希望說這樣的一個真實的脈絡能夠產生 那我這邊也想要借用那個曾古德的一句話 就是說 就是說唯有了解才會關心 唯有關心才有行動 那唯有行動呢 全體的生命才有希望 那跟我這麼多年40年在堅持的環境資訊提供 這這樣一個核心Milo 其實是相吻合的 就是我當有很多很多的現場 然後我把它拍下來 我把它寫下來 然後變成不管是文字變成或是影像 那大家看了以後 你有可能會變成是這個議題的討論的引言 然後大家了解之後 你就會在意它 所以我說在為什麼就只堅持做一件事情 然後我也確實看到我所堅持的工作 也產生了那個獅子的價值 那等一下也會跟各位分享說 好那我拍了哪些東西 然後真的是有對於環境 或對於國家的政策有產生一些影響 那還有就是我除了拍台灣以外 那我發現說台灣是一個海島國家 然後它其實是跟全球的環境是有相扣連的 所以我就大概在1990年代 就開始那個除了台灣以外 就先記錄那個台灣周邊的亞洲區域 然後再慢慢有累積很多經驗之後 然後也有一些資源之後 然後就開始往全球各地跑 所以說現在大概是世界七大洲 三大洋大概都是由我們記錄的足跡 那為什麼要花這麼多的時間 其實是首先我會從環境的大尺度來看 譬如說全球氣候變遷 我就會去那個像南極北極 或者說喜馬拉山脈 就世界就地球上的山極 然後我說那個不同的海洋 三大洋裡面去記錄 跟台灣有關的 不管是氣候變遷 或者說動物遷徙 這些都跟台灣島有很密切關係的 所以我們也我有幾部紀錄片 是拍動物遷徙 然後我會跟著 不管是從台灣出發 還是從各地來到台灣的物種之間的聯繫 譬如說我到北美洲 不管是阿拉斯加或加拿大 去看看 到台灣西部海岸的彰化地區的黑烏冰域 它其實是遷徙了幾千公里 然後從北美洲來 或者說我們的金沙 我們的海豚 或者說我們的海龜 然後它其實不是一直住在台灣的 它可能是中西太平洋這樣 遷徙可能因為它的密西地 密石區或七夕地裡面之間會有 所以說我們會關心到來到台灣的物種 然後它去了其他地方 然後它的滲透狀況怎麼樣 所以這些都是我這幾年一直在記錄的過程 當我拍了很多之後 我就會 也是從1990年代就開始先在報章雜誌先發表專欄 其中一個政治經濟刊物裡面就幫我開了一個 聯繫大概我寫了12年的 每個至少有兩篇 然後我就把我的田野調查 全部把它主要是在 這個政治經濟刊物裡面 那個連載這樣 所以寫了12年 所以我也累積了很多很多的那個 不管是影像 然後說文字的那個田野調查的資料 然後我到了1998 因為公共電視正式開台之後 就把我很多很豐富的那個田野資料 然後把它轉換成那個電視節目 然後在那個公共電視裡面製作播出 所以說各位如果說喜歡有關於環境生態類型的紀錄片 那我這邊已經公開了 在YouTube上面有很多的那個連結 你們就可以進去看 然後這些紀錄片呢 就橫廓剛才講了 不管是台灣的 還是說亞洲區域的 或是全球的氣候變遷的 南北極的都有 你們都可以在裡面去找到 你們可能有興趣的那個題材 那再來就是說 我今天其實還是要回到我們台灣 就是大家知道說 一直在強調說台灣是以海洋立國 然後它是一個島嶼國家 那從不同觀點來看台灣 就是說它雖然是一座小島 但是你如果從不同的眼光來看 你可以把 因為全世界的每一座島嶼 它都有可能是世界的中心 從這座島嶼往外輻射出去 所以我看了台灣的那個 早期的那個 枸杞貿易的一些 那個歷史文獻 我們台灣早期的1970年代 那時候第一代的那個企業家 他們都有一種好情壯志 他們覺得說拿了一個那個 手機箱 然後就往世界各地走 他們認為說腳 你要住在台灣的人的腳踏出去就是大海 你是機會的延伸 也可能是冒險的開始 所以我那時候在 在重新看台灣的發展歷史的時候 我就想 台灣 得了了一個國家 它從 雖然是一個小島 但是它包容了各種的文化 然後加以把它融合轉換 然後再把它奔發出去 然後上化到全世界各地 所以我覺得說要探索台灣的海洋國家生命力 就也要同時去看到 台灣的挑戰跟未來性 所以我在這個PVD上面給各位看到的就是 不管在台灣的四周 有面臨很多很多的挑戰 然後或者說我們一直 覺得說未來的那個亞洲的火藥褲是藍海 它也有很多很多的挑戰 但是我們要先清楚自己的那個可能性 所以我們在這麼多年來 在看整個台灣的環境變遷 也看到了必須要跟那個 地人政治有關係的那個國家 然後跟他們 不管是協商談判也好 或者說我們有那個用其他國家 國際的那個用價值觀的選擇 然後去做國際串聯 也可以讓我們台灣有更穩定的發展 那再來就是說 我除了去關心整個台灣的地人政治以外 那當然很大一部分我的專長就是在天理調查 跟環境紀錄片的拍攝 那我先給各位看一段 我那個用在不同地區裡面 紀錄的那個海洋生物 那你們可以聽一下那個 海洋生物的溝通的聲音 但有足什麼! 都不如果知道 特別是一部分的 可味道對那唷 因為筊혹 sta是要幫ear 我那時差太拉了 應該要做幾… 追追追號 在其他的充滿 在你所做關心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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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各位聽到的就是一個是大刺鯨 一個是瓶瓶海豚 這些生物在台灣的東部海域 每一點都有機會看得到 但是要拍到那些很精彩的行為 或者說錄到它的聲音 是需要花一點時間 然後我們拍那個錄瓶瓶海豚的場域 是在台灣的北邊 在日本的海域 那個大刺鯨是在南太平洋 那個東家王國的一座小島上面 其實在台灣這邊都有 但是你要拍攝並不是很容易 所以我們就到了 我們跟洋流有關係的海域裡面去拍攝他們 再來就是說今天的主題 就是要跟各位分享拍攝海龜的過程 我想你們各位已經看了 那個108分鐘的海龜的紀錄片 我想用很簡短的時間 然後跟各位介紹說 我為什麼要去拍以海龜為主題 其實也是在1990年代 所以現在我就關心到海龜 在台灣幾處海灘上岸殘暖的 這個很重要的一個行為 然後也開始記錄那個研究人員 在試圖要了解他們的生態奧秘 那我從90年代一直到現在 將近30年在關注海龜 所以我一直在想說 我們跟它的連結是什麼 那我這一部的聘名叫平安龜 其實它是有雙關語的那個意義 就是說我們從 不管是從那個海龜 他的一生 或者說我們從人的角度來看 我們 他覺得他 我認為說他在整個那個 一生裡面將近100年裡面 他應該是需要 然後每一個區域 然後一代一代的能夠傳承下去 那我們又用它的形象 然後加以文化 或者說用 不管是信仰也好 都會跟它有一些連結 所以這些不管是 從海龜的主題性 還是說從文化性來看 他 我用這個平安龜 它有雙層的那個意義 然後還有就是 以近代來講 尤其是在那個90年代 我發現台灣人 那個已經開始 慢慢地利用那個海龜 這樣的一個形象 然後把它當作是一種 那個祈求財富的一個象徵 所以我就把這個很中和 很多的因素裡面把它放進來 那我就會先自己 自己問自己說 那海龜他的一生 他出生的地方 然後跟他密使的區域 往往都會不一樣 而且有時候兩地之間 相差了兩三千公里 而且甚至有更遠的 是超過四五千公里的 然後他只要成年之後 他有可能就會回到 他原來的出生地裡面去產卵 那在回遊的過程裡面 他有可能會不同的 經歷不同的海域 不同的人或不同的國家 所以說我發現說 不同的國家對待他們的方式 也不一樣 譬如說像早期 在台灣澎湖萬安的海龜 他們上岸產卵 那個當地人就會吃他的蛋 或者說有一些人 他因為靠海吃海 然後就會想說 他身上有很豐富的蛋白質 然後有可能就會吃它這樣 然後不同的區域裡面 譬如說有一些區域 然後把它當作像一種神獸的象徵 然後不會去干擾他 所以說不同的區域裡面 對待他或看待他的價值觀都不一樣 所以我想要用一部紀錄片來詮釋說 其實生命它同樣的存在著整個幾億年 兩三億年的生物 但是它在不同的年代裡面 因為我們人的價值觀都不一樣 然後他所遭遇到的命運也就會不一樣 所以我就把這個故事裡面 想要用這個影片裡面把它講 然後讓大家去思考 然後你去回國去看看 你跟他的年紀是什麼 我們的文化 我們的信仰 然後我們看到這樣的一個生物 它是一個生命 但是現在有一些區域 然後它已經有做一些價值轉換 然後它又因為價值轉換 也要讓他們的整個的生活 有什麼樣的改變 甚至是改變了一座島嶼的命運 這個故事裡面我覺得相當的精彩 那我剛才講就是說 從1990年代 那時候我就跟著研究人員去幾座小島 然後它海龜環子區域 然後去看看他們怎麼樣去研究紀錄 然後就那一次就是 我原來我才認識說原來海龜 它是有這樣的一個生態習性 但是它醫生裡面其中有幾段 是幾十年它是人類還是 對它了解還是空白的 就有點像是迷失的那個時間這樣 就是說它怎麼長大了 然後它去了哪裡 人類還不曉得 你看我們現在科技這麼的發達 但是我們對一個海龜的物種 我們都還沒有辦法完全了解它一生裡面 到底哪些是迷失的時代 我們都還不清楚 所以說它真的是太神奇的一個生物 然後我一直在紀錄的過程裡面就發現說 其實它有面臨在不同的時代 或者說一直到現在還要面臨同樣的一個問題 譬如說它現在面臨是一個七里劣化的問題 不管說它原來小海龜出生的環境 譬如說已經被改變了 然後當它好不容易出生以後 然後經過二十幾年它成長了 然後要回來產老的時候 發現它的出生地已經都變成海岸 水泥海岸 或者說變港口 被開發了 它找不到它的出生地 或者說它的秘食區 本來是它是吃那個 如果說它成年的時候它會吃藻類 但是藻類都已經 海岸也都被破壞掉了 所以說有這些七里劣化的問題 然後再來就是說 它還有面臨到一些海洋污染問題 就像說台灣是四面返海 然後我們有可能 在禁岸海域裡面有很多的海漂垃圾 有一些是從譬如說我們收到洋流 因為台灣是三大洋流的匯集地 所以說我們有一些垃圾是從其他地方流過來的 但是我們自己也有產生很多自己的一些垃圾 我們從河川裡面輸送到海岸 然後再順著洋流 再回到了整個大洋區 所以海龜在這樣一個禁岸海域裡面 就會受到一些這些垃圾的影響 這也是它的生存壓力的一大部分 再來就是有可能因為那個 現在的捕魚的技術 然後會產生過餘的一些現象 不管是用毒、電、炸 或者說用流刺網 它都有可能會 它有可能不是漁民的主要的獵捕對象 但是它有可能會因為它的漁網的關係 然後誤捕 或者說因為它漁民要炸魚 然後就是它剛好在附近 然後也受到傷害 所以它海龜的生存壓力的其中之一 也就是說必要逃過被誤捕的情形 另外我們這麼多年也發現說其實 有一些海龜 有一些物種 它因為人的價值觀 它是一個很精緻的一個中製品 所以它也會被捕類來了以後 它不是要吃它 它是要用它身上的一些它的那個鈴片 或者說它的標本 所以我這次為了要加強這個說明 我就跟那個去網路找到的一張這個金正恩 它戴的這個就是戴妹的那個眼鏡 這個就是用戴妹的那個鈴片去做的 那當然台灣雖然已經開始在保育海龜 但是還少數還是幾年還是會被檢調單位調查到 還是有人少數 極少數的人會去吃海龜 那當然就是在東南亞 那個有一些國家它還是 還是有在吃蛋 吃海龜蛋 然後說海龜肉等等 但是台灣基本上都已經是把那個 那個七種海龜裡面都把它列為那個保育類的那個生物 那原來這100多年前那個澎湖的旺安 他們就有一個那個好善堂這個組織 然後他們就是說有三星人士 然後他捐了錢 然後跟村民說你只要補照海龜 那我用這個捐款給你 那你就把海龜給我 然後我們他選進了一個固定的時間 把他拿去野放 這個100多年前 我們台灣人就有在那個放生海龜的這樣的一個文化 玄天上帝 他的那個左腳裡面就踩的是龜 然後右邊是蛇 這當然是跟那個玄天上帝呈現的過程有關係 傳說有關係 但是我發現它其實 台灣會把海龜當作神獸 那其實有很多的那個 不管是民間信仰也好 或者說我們的那個文化裡面 其實都可以找得到那個 他的一個那個相關性 然後再來就是說像現在 台灣的那個那個元宵節 他也有那種起歸的文化 其實起歸文化就是 其實就是一種祈求平安 因為他海龜是神獸 所以說他被視為他是一個那個長獸跟平安的象徵 然後包括現在很多那個做那個商業的那個生意的人 他也會去祈求那個什麼那個金錢櫃 然後回到他的那個商場裡面 然後去做一些風水上的一些那個加強 所以我覺得說這個是其實是滿有趣的 所以我就沒有把它 我在紀錄片裡面沒有把它放了很多 但是我想只要是有 大概有東方文化的那個生活經驗的人 大概就很快就能夠有一些連結 那再來就是說 我在要講這個海龜的故事 那我想但是我這麼多年來啊 然後只要台灣人跟他有關係了 這麼多年他到底有什麼樣的改變 那所以我就回過頭去找 我最早期有像在二十幾年前有訪問到一個過認證 那是一個獸醫啊 然後來當一個當那個首長 然後再來這麼多年他還持續在救海龜 他在他這個任職的二十幾年裡面 他救了兩三百隻的海龜 所以我就覺得那實在是他 那是好厲害啊 那那個一直在在 他除了本質之外 然後他花很多心力去照顧 那個在澎湖那個受傷的海龜 然後還有就是說 現在的年輕一輩 他年輕一輩的那個在保育海龜 跟那個像老一輩的那個保育的想法 還有思維是不一樣 他們有更多的創意 所以我就在紀錄片裡 就把這些年輕人 那個二三十歲的這些 那個活力相當強的這些年輕人 他們一些創意把它放進來 所以說剛好這部海龜紀錄片裡面 可以看到這將近三十年來 台灣人 那個不同的年代 然後不同世代的人 對這個海龜怎麼樣去跟他互動 然後用什麼樣的那個方式 然後去保育他們 這也是一個很有趣的一個觀察 像我去看那個大學生 他現在還在讀大學 他們去當那個海龜保育志工 然後我發現其實台灣就是這樣一代一代的 這樣一直訓練 然後讓這些年輕的學生 然後最後未來進入社會 然後或者說能夠主導很多的議題的時候 他對於這個海洋生態的保育 他其實有很大的功效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養成過程 所以我也想說 有可能就把這個整個人的那個專業的養成過程裡面 把它記錄下來 那再來就是說 在觀察很多的區域 島嶼跟海櫃的關係 其中一個讓我覺得是相當不簡單的一個改變 就是小琉球 在1980年代我去看他的時候 他那時候其實是那個觀光也很不錯 然後他的漁業發展也很不錯 我們常常在談說 台灣的那個遠洋漁船的船長的故鄉 就是在小琉球 因為小琉球人 他們他是一座商務郊島 所以他的那個那個年輕人很多都出海捕魚 然後甚至是加入遠洋漁船的那個船隊 所以很自然的就養成了很大量的那個遠洋漁船的船長 所以1980年代我去看到整個這個 這座島嶼真的是相當的富有 他們不管是近岸的漁業資源很豐富 觀光也很棒 然後他的年輕人出外 又賺很多的外匯回家 所以這座島嶼是一個很棒的島嶼 但是一直觀察到了1990年到2000年 我發現這座島嶼已經沒落到 到了幾乎到最底層 我發現去看他們的市場就看到說 天啊他們以前漁業資源很豐富 但是呢他們怎麼會現在連小魚 珊瑚礁魚類都在吃很小很小的魚都在吃 然後我在去他們的那個港口去看 很多那個那個船都已經很老舊了 然後在旁邊我發現他們用那個香網 在養珊瑚礁 那我想說難怪我當時在看整座島嶼 它的沒落就是觀光也不行 然後漁業也不行 他們已經把魚在住的家都拆了 然後把它賣給水池管去做造景 然後呢很小的這個 食物鏈底層的這些小魚都吃了 那怎麼可能還會有大魚呢 所以這座島嶼呢 從我1998年看到它一個很繁榮的 那個護老的島嶼 那變成一個很沒落的 然後都只剩下老人跟 剩下小孩子的一座島嶼 然後想說怎麼會轉轉20年 然後它就這麼大的巨大改變 然後後來呢 開始就有一些年輕人慢慢慢慢 回到家鄉 看到了這些衰敗的一些原因 他們就開始跟當地區域會去討論 說如果沒有去做改變的時候 這座島嶼就沒有未來 所以他們在2013年就開始做好 那我們呢要保育海洋資源 我們就在近岸山海裡 也不要再放刺網 然後讓整個近岸的資源能夠恢復 所以說這是一個很重大的決定 因為你要讓一座小島的漁民 不要在近岸捕魚 這是相當相當大的一個挑戰 但是他們做到了 那開始去保護之後呢 兩三年馬上就看到成果 那什麼樣的成果呢 就是當年的那個 近岸的一些生態也慢慢恢復了 生物膠魚類也慢慢記舉回來了 然後其中一個最有名的 那個明星物種海龜 竟然也靠岸 而且呢 早期我們在那邊紀錄的時候 是有拍到海龜 但是呢都很小 然後呢看到人了就 就不見了這樣 因為他很怕人 但是我們到2013 那他們13年開始保育 我們2015年去紀錄的時候 那海龜已經可以讓人類靠近 而且可以慢慢紀錄 而且他還甚至是 他在那邊睡覺 我們有靠近的時候 他還不管我們 他還繼續睡他的 所以我覺得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轉變 就是說當人在近岸不再抓魚 然後呢也維護他們的基礎空間的時候 這個生物自然好像有點靈性 就是可以察覺到 人類對他的一個友善的那個態度 所以說也不會覺得說 我們對他是一個威脅 所以就從2015年之後一直到現在 他海龜是越來越多 前天他們還做一個用空拍的紀錄 整個那個島嶼的周邊 大概有800多隻的海龜 那不得了 因為這樣的密度是全世界第一名 在全世界不管說我去過那個 那個生態最豐富的那個馬來西亞的西巴丹 它的海龜的密度都沒有小琉球來得多 所以說這幾年呢 那個小琉球的那個海龜呢 就成為很多人的那個包括網路上 然後到全世界已經慢慢慢慢打響它的名號 我說那成為一個觀察海龜很有名的一個 那個生態觀光的島嶼 那我給各位看看 說這些 這個我在記錄這個海龜的時候 早期呢 從西巴丹一直到南嶼 一直到小琉球 能夠很穩穩的很靠近它的觀察的 真的就沒有幾處 但是呢 小琉球就是最特別的 只要有幾處 在某部分 沒有幾處 就算 toda 有熟了 在那邊 其實有故事 很明顯 沒有 有 各位看到那個最後這個是那個已經到底了一段落鏡頭 我在拍的時候我很感動 我想說它從海面然後慢慢浮上去水面換氣 因為它要呼吸 我感覺到跟它有在同一個空間裡面共有的那種感覺 相當相當棒 因為我們很少說在水裡面跟一種生物這麼接近 可以觀察到它整個的不同深度的行為 真的是很棒的一個經歷 所以我開始在觀察整個小琉球的轉變 我就想要用數據去來詮釋它的不一樣 譬如說它有一次我跟當地的工業業者 然後就我們就站在碼頭在聊天 然後它就指著這些在碼頭進出的交通船 它就跟我講說你看這個交通船每天從東港到小琉球這樣來回跑 就有點像是現金輸送帶 因為它每一次把遊客從東港帶到小琉球的時候 一艘船大概可以帶來將近60萬的消費的產值 然後每個禮拜這麼多船這樣來來回來可能就為小琉球帶來3000萬的產值 然後它看到了就是真的是一個現金流動的那種概念這樣 我就覺得真的是這座島嶼本來在2000年的時候 我覺得它已經快要沒落 已經死氣沉沉的一個島嶼 現在變成是人身鼎沸這樣 我覺得說它的原因是什麼 就是一隻海龜 一隻海龜就改變了一座島嶼的生活 還有它的未來 真的是不得了的一個現象 然後我再看看說 小琉球它的面積其實只有6坪公里 那我們跟它旁邊一個墾丁國家公園來相比 它的面積相差的那個鹹酥 但是它的遊客量呢 小琉球它有很明確的指標性的生物 然後墾丁它就變成比較消費式的那個場域 所以兩個地方的遊客 那個成長相差的相當懸殊 然後我再來看一下說 好 那有這麼多的遊客到這一座島嶼 那會不會這個島嶼對環境造成影響呢 所以當地的居民也開始警覺到說 這麼多人進來 我們需要有一個遊客量的總量管制 我們需要有一個區域的 讓它休養生息 所以他們已經在前幾年已經發現這個危機 所以他們擔心說太大量的遊客 有可能為環境帶來衝擊 所以他們需要去做一些改變 所以我想這也是一個那個 當地的那個島民呢 他們自己一些那個自覺跟環境 然後動手去做 那另外呢 我這部影片裡面 不只在講一個明星物種的保育過程 或者說我們跟它的關係 我們還覺得可以從它是一個海洋環境變形的指標性物種來看 而且它如果說它是一個保育有成的物種 我們可以把它當作是一個保護傘的概念來看 我們發現這幾年呢 當地的居民或外面的一些公民參與 覺得說用它以海歸之名 開始去做很多的友善環境的一個保育工作 不管是說減速 或說讓那個所有的資源能夠重複使用 而不是回收 它還要重複使用 這是最重要的 然後還有就是用公民的行動去舉辦很多像淨灘啊 環境守護的那個概念 那目前這一些保育工作 或者說比較前進的生活習慣 都是因為海歸的引發 然後有很多年輕人的創意進來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 我們在講一個物種的保育成果的時候 我們還要看到它是不是有產生其他的周邊效益 像小溜球的海歸的保育 它就具有一個保護傘的概念 所以當在小溜球能夠施行成功 那這樣一個保護的措施 就有可能慢慢推展到台灣其他的區域 譬如說目前我知道了像基隆 他們也開始想要複製小溜球這樣的一個概念 是不是有可能除了在小溜球推行成功之外 那有沒有可能在其他地方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海歸帶來的一些效益 那我覺得很快因為時間的關係 沒有辦法講 剛才一開頭要跟各位介紹的四部海洋生物的紀錄片 然後其中一個案例就是金砂 那金砂大家知道說早期我們都會 也是我們實用的海洋之眼之一 然後其實在全世界呢 那個在1990年代 那個就很關注到台灣 那它到底怎麼樣去利用了這個 那個金豚或金砂這個例子 所以呢在1990年代那時候 台灣的尤其是彭武他殺金砂這個例子 那個遭到很大的批評 從吃然後轉換成那個光光 其實它短短的只有兩三年的時間 那我們從現在的那個 開始保育然後在推展它的觀光的時候 其實已經20年左右 它已經有很多的成果出來 譬如說從1997年 有大概1萬人次 然後到前兩年 應該說2018年的那個 大概有19人次 但是最高峰的時候是在2015年 那時候因為有很多其他國際的觀光客進來 所以你看在短短的20幾年 然後我們成長的速度相當的快 那我們後來覺得說 那如果有可能 我們是不是除了在那個海上觀光以外 我們也可以在那個海裡面去做 那個跟它在同一個空間裡面那個共遊 這個是在那個花蓮 那個從花蓮港出去 然後它其實都離岸不會很遠 那我再看了一下這幾年的那個 出海觀光的那個發洩率 大概在9成5左右 所以它的那個發洩率其實是蠻高的 那這個就是我在想 如果說我們對這個物種了解更多以外 那我們在可能在一些海灣裡面 就有可能 那個下水去跟它那個共遊 那這些都是一些那個 那個價值觀的轉換的一個概念 就是說早期 漁民還是會抓那個精盆 然後 我們開始 1990年開始保育之後 那漁民不再捕捩它 那我們還是不能讓漁民 就是說減少它的那個收入 那有什麼方式可以讓它們 那個維持生計 這是其中一個考慮 那另外像那個精砂 那精砂也是一樣 它其實也是經歷了一個 大概是十幾年的保育過程 那從早期國際社會 從1993年那時候澳洲就開始在做保育 那台灣一直到2009年才完全不再抓它 那其實這個台灣必須要有這樣的認識 那我們也要了解說 整個這個精砂 那到底來到台灣之後去了哪些區域 那我們也特別去找它 所以我另外一部紀錄片 是餘生共遊 就是在談我們去尋找精砂這個過程 那像 我們知道說 我們在一些餐廳裡面的菜單裡面 就有像是蒜苗豆腐沙 就是從這一來 就是那個豆腐沙 這個可能很多人都 年紀跟我差不多的人大概都有吃過 然後我們到2009年之後才不抓它 其實那時候我去看了很多餐廳的食材 裡面這個精砂算是一個很高檔的料理 還有就是有人會去吃魚翅 其中一個最有名就是所謂的天酒翅 就是從精砂來的 然後到目前台灣已經完全保育了 但是我們旁邊的國家 在中國他們還是持續在吃 我們就可以看到 我前幾年去他們的那個 觀光飯店的櫥窗裡面 還看到那個他們在展示 在販賣那個大赤金的那個貝奇 這個就是他們俗稱的那個天酒翅 然後除了我們後來 我們在2009年已經開始進捕之後 那因為有一些那個觀光 觀光場所叫那個生物館他們 他們還是會去想要去捕捉 然後去養活體去展示 那像台灣日本還有美國 那個水術館都有 但是台灣已經沒有 這是台灣在2011年已經發現說 我們把它養的空間裡面 就太小它會受傷 所以在2013年就把它椰化 然後其實我們現在在推了說 那是不是我們要看這種生物 我們就直接去海裡面 而不要再 不要說為了要看它 然後從海裡面把它抓起來 然後養在一個水石缸我們去看它 我們用比較接近自然的方式 然後去它的棋棋地裡面去找它 這樣是比較友善的環境 然後才是真正的保育 那這個就是我們在台灣拍 然後一直拍到它回友的路線到輝利賓去 那我們去輝利賓看它 那是一個我們都可以讓它按照 每個人都在看它 那是一個人 但是它在台灣很大 就在這個地方 我們都可以 refresh 那是雞蛋 在那邊 那邊 那邊 我又要問你 你的生活 那時候 有可能 你們各位可以想像一下 我們到海洋裡面去找他 去跟他共有 是不是比你站在海洋生物博物館裡面 然後透過水族缸去看他 只能在那邊繞圈圈 然後吃人類餵食的食物 他的行為來得更自然 所以說有很多的商業行為 我們可以去思考一下 這樣對於生物是好或不好 我們其實是可以去思考的 再來就是卵絲 其實這個卵絲也是 我相當奇特的一個故事 因為卵絲它是一個很高經濟性的魚種 價格很好 又很可口 尤其是肯老啊 真的是相當有名的一道料理 但是我在大概是在1998年那時候 看到一群的海洋志工 他們是在海裡面潛水 但是發現說整個海洋環境裡面 已經有很大的改變 然後對於這個卵絲的那個環質 那可能造成一些影響 所以他們不會去抓他 然後反而去為他佈置一個他可以 比較優質的產生環境 讓他能夠安穩的能夠環質下一代 所以我就開始去記錄他們 然後我發現說其實你只要很細心的 為這個生物做一點事情 它會有很豐富的回報給你 我這部紀錄片就是在談這個過程 像它是一個很漂亮的一個生物 因為它是神經研究的一個很重要的物種 因為它裡面有巨大神經 所以我們在研究神經科學的時候 它是最重要的一個研究來源 所以我們很多的生物以為說 它最重要是吃它 不是 它最重要可能對人的那個醫學健康 會有很正面的貢獻 比我們吃它還要來的貢獻還來的大 那這個故事就是我從這個左邊 這個郭道仁那個海洋志工 他是一個潛水教練 然後開始帶一群海洋志工去做研究 那這個就是一個當時的一個研究人員 當時他是為了要寫壽視論文 然後後來那個寫完以後呢 他就到澳洲去留學 然後留學現在又被當地的那個 昆斯蘭大學裡面把他留下來 邀請他繼續再當那個博士或研究 所以是你看一個生物我們只是 可能我們一般人可能是去市場 買一條魚回來吃 但是這一群志工呢 他卻是去海裡面幫他佈置那個殘暖的環境 然後呢 讓他有可以不受干擾的那個繁殖場域 然後呢也因為這樣 然後有研究人員也進去 然後從這個場域裡面培養了 好幾位的碩士博士研究生 然後還培養了未來很重要的一個神經醫學的科學家 這個一個生物呢 他產生的那個價值 那個無法去預估了 他有太多太多的可能性 我們光是在海裡面看到他在求偶啊 產惹的構成裡面 那他的行為就相當的豐富 而且相當的漂亮 都已經忘我了 何況說他後面還會產生到 你讓你意想不到的一個效益 這就是投竹烈的那個卵絲 然後我拍很多的這一類型的紀錄片 然後我其實我把它放在網路上 然後我也做那個中英文的對照 那各位如果有興趣可以做這個連結 然後那個WPTSORG.TW 然後寫一線Option 那就可以找到中英文的那個網站 你們可以點進去 在這邊這個網站裡面大概有四八部的那個短片 那你們就可以看到跟海洋有關的一些紀錄片 不管是老師啊或說研究啊都可以應用 然後還有就是我除了這些在電視的紀錄片以外 然後也用很多的社群媒體網站啊 然後去把我們很多資料放進去 然後讓大家方便去搜尋閱讀 所以各位有興趣 你們也可以加入像我們的粉絲頁 然後到我們的部落格裡面去看 然後我們有專屬的一些網站 都有這些主題 大家可以再去了解 那有一些人會想說那聽我講了這個將近半個多小時 那如果說你也想要對這個環境貢獻一份心力 那可以怎麼辦 我說最簡單的就是 你看到了這個值得分享的一些資訊 你就幫他分享 那可能就對這個物種就會有幫助 譬如說現在各位看到這個短片 他是在2017年我們一位那個很熟識的那個老師 他拍到了這隻海龜在那邊殘暖 然後小老海龜在那邊孵化 然後他這個場域剛好就是一個被垃圾塞滿的一個海灘 然後他把這個過程裡面呢 提供給我們 那我們就把他分享出去 那分享出去以後呢 各位可以看一下我們簡單的統計 就是說在我們的島這個臉書的那個粉絲頁裡面呢 大概觸及率呢有400多萬 然後呢觀看大概有100多萬 那這麼多人觀看以後 當然就國際媒體就會注意到 那英國的BBC20就看到以後 就分享我們的資料 然後他就大概有1000多萬人就看到了 那你想嘛 這個點閱率呢 就等於是代表是一個網路聲量 所以呢因為這麼多人關注以後呢 澳洲政府就發現 哇這麼多人關注他 然後他就派人去把這個海灘清乾淨 那意思就是說 那意思就是說 你如果要對這個環境做一點 貢獻一點點心意的時候 其實很簡單 你動動手指頭 你如果說在網路上 然後看到說你接的這些資訊是正確的 然後是有用的 那你就幫他做一個分享 或者說那個按讚或訂閱 那這樣就有可能為這個環境 為這個物種帶來希望 譬如說我們的島 現在有大概將近快30萬的粉絲 我們就變成一個橋樑 然後針對不同的環境議題裡面 去做發聲 去做串聯 所以說你只要 你也不用說一定要 跟人家參加什麼 去淨灘 或者說什麼 去那個上街頭去吶喊 你只要動動手指頭 就可以為環境做一件事情 這是很棒的 一個很簡單的一件事情 那還有就是說 我有大概將近40年累積的資料 我就把它放到我的網站的項目裡面 那你們各位如果說有興趣 你想要多了解台灣 那你了解台灣這40年內的改變 那你可以到我的圖片資料庫裡面去找 那有很多的前後對比 那時間空間的尺度相當的大 不管是6000公尺高山 或者說水下66米 然後有將近目前已經有十幾萬張的圖片在上面 然後很多單位跟我合作 包括中研院 包括那個水澡局 他們都做很多救災的應用 這個都可以在這邊去搜尋得到 這只是說跟各位分享說 我這幾年做的 然後還可以延伸的部分 然後包括說 我把很多構成裡面把它寫成書 有一些人喜歡用紙本的資料 那我就 2018年我就集結了一本環境邊緣的書 就有點像是給新盛代的一個備忘錄 台灣前面30年你們沒有參與 那我用這本書告訴你 台灣30年發生了哪些事情 這也是讓大家可以去搜尋資料 然後可以了解台灣的過往 以台灣的以前的那個發展軌跡經驗 然後可以規劃未來新的世代 不會去那個重蹈覆測 然後讓台灣往更美好的方向發展 所以我在這麼多年來 所有人都是其實是要告訴大家 台灣真實的過往是什麼 那我們下一階段該怎麼走 我們台灣有很好很好美麗的未來 我們只有一座島嶼 我們只有這一座台灣島 我們大家就生活在這裡 不管你喜歡它或不喜歡它 不管你覺得它美麗或醜陋 我們就只有這座島 我們要好好的去做下來去規劃 我們去了解以前的經驗 然後我們下一階段 能夠去往更好的 更大家可以共同可以去信守 努力的一個方向去發展 我覺得台灣的未來是無可限量 我們是一座島嶼 但是我們是世界的重心 我們可以往外輻射出去 我們有更好美好的未來 我們只要大家一起討論 然後有共識合作 相信我們自己的價值觀 我們必定有一個很好的未來 今天花了一點時間 跟各位分享我的工作經驗 希望各位喜歡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